好看下一段 孟子自犯之棋 望见棋王之子 溃然探约 孟子从这个范 范就是晋国的一个小县 那么要到这个棋国去 这棋国在现在来说 大概在山东省的林芝县附近 望见棋王之子 那么就看见了这个棋王的儿子 也就是太子了 气宇轩昂的样子 一父走到哪 这个气定神行 无所畏惧的姿态 溃然探约 深深的叹一口气感叹说 居一气养一体大哉居乎 他说这个居心为何 会影响一个人的气点 影响一个人的气质 一个人的气度 气量恢宏的人 自有恢宏的神社 气量狭隘的人 自有狭隘的表现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居一气 那个气质是完全给人家感受是不同的 养一体 就是怎么样来滋养你自己 怎么样来养生 你养生用什么原则 就会改变你的体态 改变你的健康 大哉居乎 说太伟大了 这个居 居是什么东西 居心 你存什么心 存心 很重要 在这个民间 常常有一句话 说一个人 40岁以后 要为他的长相负责 这什么意思 各位你看那老年人 老年人 也许他年轻的时候 有很丑的 慢慢慢慢老了 我告诉你 老人你不会说他美还是丑 就是呢 辞不辞想 这个老年人 我们看气质 你知道吗 他的过往的二三十年 他存心养性 气度辉红 他到老的时候 自有一股 慈眉善目的姿态 这非关于长相好不好看 但那个气度啊 气质啊 非常的让人亲切 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我们的国号大师 张大倩 那种气度啊 倒也不是一般 我们神斗小明学的来 他就有那样的气度在 所以这个居宜气 养遗体 大债居户 服务非尽人之子语啊 说不都是人的儿子吗 对不对 孟子曰 王子公事 居马 衣服 多与人同 说这个 王子啊 他为什么看起来 这么样特别 气宇宣昂 气定神贤呢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说王子的公事 居马衣服 多与人同 你看他的公事 跟别的小国家的王子 公事也相同 居马也相同 衣服也相同 多与人同 是说跟别的国家的王子 差不多 这多与人同 指的并不是平民百姓 而王子若彼此 而这个王子特别感觉气宇宣昂 其居死之难也 就他的存心 他的居心 使他变成这样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旗啊 就是霸王 今天虽然是这么多的国家 每个国家都有 诸侯 诸侯下面都有这个太子 对不对 这些太子聚会的时候呢 这个霸主的太子 特别显得一副无畏无惧的样子 而那些小国虽然也有太子 就显得一副 居居憋憋的样子 这个是 也是势必然的 所以 这个孟子呢 看过那么多的 这个王子太子 就这个人特别去宇宣昂 他才在感叹 说大哉居乎 说这个居心影响一个人 未免也太大了吧 旷居天下之广居者乎 你想想看 他是齐国 当时是诸侯国里面最大的 他是霸主的一个太子 只是新量有齐国这么大 气宇就跟别人不同 何况是那一些 日日以天下为广居的那些圣贤 各位圣贤他 不居爱于一个乡 一个林 一个礼 他也不居爱于一个小小的 自己的国 圣贤做事情 不会说利于我国 而损害他国 他们不干这个事情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胸怀的是 天下所有的子民跟苍生 这叫做居天下之广居 他住在天下最宽阔的地方 因为他没有疆界的限制 没有肤色的限制 没有男女的限制 老幼的限制 他没有这些限制跟执着 恋恋以天下的苍生为恋 那这种人的气宇 又该如何呢 鲁君之宋 呼于蝶泽之本 有一天呢 鲁国的国君啊 到宋国去 呼于蝶泽之本 这个蝶泽呢 就是宋国的一个城墙 城门的名啊 叫蝶泽之门 那么这个宋呢 大概在现在的 河南商丘附近 这个守者曰 此非无君也啊 何其生之 是我君也啊 这个鲁君啊 到宋国去 那么在要进城门之前 呼喊那个守城的人 然后那个守城的人一听 他说这个明明不是我的国君啊 不是我的宋君啊 因为他是鲁君嘛 对不对啊 这个人啊 不是我的国君 为什么他的口气 这么像我的国君呢 此无他居相似也 这没有别的 就是居心相同 为什么居心相同 都是国君 国君有国君的气度 国君有国君的样子 国君的国君的霸气 国君有国君思考的东西 大致上是相同的 如果这样讲 我想大家总有很多特例 是不相同的 所以大家可能会有意见 我这样子比喻吧 就像 你看那些所有的 在任何公司 做高阶主管的人 你把他集合起来 开会 那个样子 跟你把所有公司里面 最低阶的人 你把他集合起来 开会那个样子 各位你想想看 这两组人的样子 有没有差别 气质有没有差别 是很明显的差别的 你说财部呢 有些地下层的人 气质也不错 我们先不要讲特例 我们先说的是通向 通向上来说 那些做主管的气宇 跟那些在最低下层的人的气宇 办的事不同 主管的事情不同 管人跟听命于人的事情也不同 所以气宇也会不同 这气质呢 很显然是很容易分辨的 我有时候去内地去讲课 那么坐飞机的时候 都会经过头等舱 经过商务舱 再进入经济舱 我们都是坐经济舱的 我常常有这个感觉 那些坐头等舱的人 还真的是看起来 气宇是有一点不一样 每宇之间 有一股跟平常常常居所的人 是不太一样 那并不是说 我们富有的人就怎么样 不是的 各位你说齐国的王子 那是富有就怎么样 不是的 我们不是讲他富不富有这个问题 是讲说 他的居心的问题 当他的气宇够宽阔 当他担心的事情少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气宇宣扬的样子 这张是在说 居心有多广 对于一个人的心性影响是很大 这个居于气 气又有关于体 所以在形体上 也会出现一些征兆 那么孔孟一生精力都放在 为天下苍生而努力而奔波 虽然最后没有看到 他所经营的世界大同 但是最后仍然成为至圣 因为老天爷在看一个人 他也不是四立眼 他也不是说你办成了多少成功的事情 世界终于被你改变什么 多少国家被你平定在你的灰下 而后才是个圣人不是的 他们是看一个人的存心有多大 养出来浩然之气 有多少是以这个来论断一个人 他的修成的成果 是该居于何种的氛围 老天是这样公平的在看一个人的 这个是在告诉我们说 平常的存心 要宽阔 仁慈 行事正义而有为 那么这个人的器语 就会跟平常人会不同的 下一段 孟子曰 食而服爱 死交之也 爱而不敬 受序之也 孟子说食而服爱 说你供养一个闲人的人 却不去爱惜他的专业的才干 死交之也 那个死就是猪啊 那就跟一头猪去交往是差不多的啦 因为你不爱他嘛 对不对 你只是把他摆着嘛 看漂亮的嘛 爱而不敬 受序之也 说你爱他但是不敬重他 不恭敬 不去慎重他 不把他摆在一个高高的位置上 受序之也 那你把他养着要干嘛呢 那跟养一头野兽也差不多嘛 恭敬者 必知未将者也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对一个人 若是你真的敬重他的才学 那最重要的就是要恭敬 恭敬是什么东西呢 恭敬不是那一些遗文礼节 不是你送他的什么 这个金银玛瑙不是这些 必知未将者也 恭敬是在那些礼物未送上之前 就应该已经存在 应该存在哪里呢 存在你的内心的 恭敬不是你送他什么东西的问题 还是你的举止的问题 还是敬上什么礼节的问题 而是在这些未敬上之前 内心就已经存在 恭敬而无始 君子不可虚拘 说如果你恭敬而无始 什么叫恭敬而无始 你敬上了礼物 去表达你的恭敬 而你的内心实际上 并非真正的恭敬 比如说 既然古礼有这样写嘛 见君子的时候 要准备什么礼品嘛 这个君子来访的时候 怎么样赢宾客啊 送宾客的礼我都做得很好 但是你的内心其实是想说 这个人来我的国家呢 会增加我国家的生育 我养几个君子呢 养在这儿 其实我不想让他做什么 我也不想让他发挥什么才学 他只要听我的就好了 但是我要让天下的人知道说 我能够养贤 有这个英明 能够落在我身上就可以了 这个叫做恭敬而无始 恭敬而无始 君子不可虚拘 说如果他有恭敬之名 无恭敬之实 然后聘请我们去了 那么君子呢 就不必受那一份礼物 或虚名的拘束 而虚应故事 而你在那边呢 跟他虚应故事 然后呢 他对你也很好 然后你回应的也很好 然后一住呢 三两年 然后什么事也不干 然后他对你呢 也常常给你送礼 就是养着你 然后呢 把你当什么养 把你当那个猪一样养 当宠物一样养 实际上呢 他并不是要用你 所以君子不可虚拘 那你就应该走开 随时可以走 这个就是 为什么孔孟到哪里 你各位仔细看看 这个孔子演绎啦 还是看一看这些 东周列国自然 你看一看这些历史 不是没有国君要严孔子 也不是没有人要用他 要让他当官 甚至于把俸禄摆出来的都很多 在历史记载里面 要给孔子的俸禄到十万众的 很多很多啦 等于是所有的贵妻之罪了啦 但是他还是推辞了 所以很多人认为 这个孔孟到处都是要求俸禄的 其实都不对 因为你把这些文章 整个都看完 他有太多时间 太多机会 他可以拿到好高的俸禄 为什么不要 因为他认为君子不可虚拘啊 在这里跟你虚应故事 浪费青春啊 那我学这些圣贤学说 要做什么 怎么样对得起这些学说 跟这些天下的苍生啊 说的是这个意思 所以 谁说这个孔孟啊 是虚应故事的呢 还是注重表面的这些礼节呢 其实不是 就是内在这份诚心呢 是最重要的啊 下一段 孔子曰 行色天性也 为圣人 然后可以见形 这个孔子说啊 行色是天性啦 什么是行色 肢体举止就是行 喜怒哀乐就是色 说肢体的举止 还有你的喜怒七情 这些都是天性的范围内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形体啊 是道所生的嘛 是天所富的 对不对 天用这个天道 用天性赋予给你 造了这个人形 而后呢 给了你的性 给了你的情 所以我们有举止 我们有七情 那就应该要有举止 跟曲情的正常的表现 老天爷生理这个人 该不会是都毫无用处吧 那如果毫无用处 或不应该有七情的表现 那么老天造人的时候 就造一个老K脸不就好了吗 也不要笑 也不要哭 也不知道哀伤 也不知道愤怒嫉妒 那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那么道呢 道是一股气呀 气有各种神妙的变化 那人呢 人是为天地之心 具足了道 的这个所有的一切的形象 具体而为啦 你把道形容成大海吧 人呢 就像一滴水吧 大海有什么 那滴水虽然是小了一点 但是它就有什么了 里面的水性呢 是一致的 那把道化为形体 而可见 那那个道呢 应该长什么样子呢 就是人的这个样子啦 所以呢 我们人的七情 我们人的形体 都含着天性 那现在的差异 问题只在于说 你怎么样顺应这个天性 而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 而不要受这个形色之累 不要把它给悟用了 不要把它给走路 扬长小径了 为圣人 然后可以践行 只有圣人可以践行 什么叫践行 这个践 就是走啊 什么意思呢 发挥的淋漓尽致 叫做践 实践的践 踏实的去走 踏实的去发挥 踏实的去运用 就叫做践 只有这个圣人内外通明 能够尽形色的天性 尽七情的天性 完整的呈现身心性灵 所应具备的本真跟尊严 只有圣人不会被刑害所累 不会被七情所累 他不愧对上天所赋予给他的这个刑害 不愧对上天所赋予给他的这个性命 所以叫做圣人 而后可以践行 简单的说 真正对我们这个生命无愧的 就是圣人 我们为什么有愧啊 我们把一生的精气神 弄得雕尾残缺 不成人形 对不对 我们把纯净的心性 弄得污秽不堪 对不对 这个事情可以取大而舍小 我们弄得取小而舍大 对不对 把这个枝叶顾得看起来不错 然后根本根都断了 那枝叶又可以存在多久 这段是在说 道就在我们一生之中 人是天地之心 人是天地的形象 那么圣经不是这样说吗 上帝按照他的形象 然后做了人 对不对 大意就是如此 那人体的这个形体形象 即是道的具体表现 可是一般众生有这个形体 有这个性命 而不能尽其理 而不能正其用 只有圣人悟透这个书籍 能够正这个形体 性命性情之正用 所以叫做为圣人 然后可以践行 那么我们把它说的浅显一点 比如说从外面来说 论语里面所说的 非理不是 非理不听 非理不言 非理不动 这就是说 从小己面来说的践行 我们现在跟这个都相反了 非理的偏看 非理的偏听 非理的偏要说 非理的偏要动 对不对 这就残杀我们的身心性命 那么这四句话反过来 就是说 适理就可以适 适理就可以听 适理可以言 适理可以动 符合理的可以视听言动 不符合理的 不要视听言动 就是正了这个 我们视听言动的正用 那么能够如此 我们在外则容貌举止 动容周旋 都得其自在而庄严 那么从里面来说 内心能够舒坦 宽阔 好气自然能够长养 精气自然能够长存 我们的法轮自然能够周转 自自然能养出金刚不毁的 真正的生命 这就是所谓的践行 所以践行的话意很广 行射精神 身心性命 时时都与天地同流 得天性之意 不有一点伤害 叫做践行 这个实际上 就是修为的极致 所谓与天地何德 与日月何明 与事时何续 与鬼神何其极凶 是这样的人才成为践行 是一个不简单的成就 就时时刻刻 人与天相合 与你的心性相合 这个是各教修行的极致 所以谁说儒者没有修行 你刚刚践行这两个字 是不简单的东西 喔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